亲爱的朋友们,今天想要介绍一下我们是谁,我们在这里做什么。 我叫爱神父,我们这边是基督正教会,是基督所建立的原始的基督信仰。 从2000年前一直到现在,维持基督的信仰。 我们在台湾介绍基督,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天国的代表处。 我们在这里介绍天国怎么样,当天国国民,会是如此。 我现在后面是圣像帝,在圣像帝有圣像,呈现基督,呈现圣人。 他们都欢迎我们进去,进入到天国。 那为什么我们要当天国的国民? 那这个问题不会很快解决,但是我们可以分享跟各位。 当天国的国民,会有新的权利,会有新的自由,会有新的食物,会有新的朋友,会有一个新的生命。 在信中,会有基督居住在里面。 所以,我们希望可以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, 天国的语言又是什么。 天国的奥秘又是如何。 我们要慢慢进入到这个奥秘。 这个就是我们在台湾的一个任务。 我个人是俄罗斯人,我们教会有世界各地的人,台湾人,外国人,都在这里成为一个家。 那我也希望各位可以慢慢了解,正教信仰是怎么样。 可以慢慢体会教会的祈祷,有什么样的感受,什么样的体会。 基督徒,他们的世界观,价值观,他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的。 我们有很多的例子,很多的圣人,可以向他们学习。 所以,我们要开始这个旅程。 很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一些分享。 也很欢迎来我们教会。 在台北,新竹,台中,高雄都有聚会。 祝福大家。